5. 證券時報阿股入價指數處六年高位港股機會凸顯 2015年7月20日市場A08譚書證券時報記者譚書近期 阿股入價指數運行在140至154點的高位區間,儘管有所回落 上週五依然收到141.65點 而八個交易日前,該指數剛創出六年來新高154.11點 換句話說,經過調整A股對H股的日價比例仍然低高 當前股價整體高出H股41.65% 數據顯示,截至上週末,89隻A股對H股全部實現日價 各股日價率則差異明顯,其中,13隻各股的日價率超過了百分之二百 來自中小板的直江細補最高,達百分之三百二十八點四百 截至7月17日,其A股股價高達52.01元 H股則收在12.14港元 日價高企內在動因俄股日價指數高企 專家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A股的大牛行程導致A股股價高企 海參投資董事長黃瀚笑提供了兩組專業數據 一,截至2015年6月12日 謝倫牛市中的十倍牛股的估值已經達到了25年的最高點 而A股在6月22日的估值已經超過了2007年6124點估值的百分之二十 這兩組數據說明,當前A股大牛之後 股價已經實質性突破歷史高點 證券時報記者發現,歷史上,A股日價指數經歷過大幅震盪 爭在2006年到2008年走過一波大行程 最高創下213.47點歷史最高點 至今未被突破,而當時大漲之前出現了歷史最低點85.01點 時間是2006年4月28日,A股折價略高達百分之十五 起股大漲之前的去年7月25日 A股日價指數也曾創出九年來新低 88.72點A股較H股現整體百分之十二之價 應該說,正是A股的歷史性大跌見底 醞釀了此後的折價變日價,甚至高福日價 第二,港股受希臘危機衝擊,回落明顯 信達證券策略研究員陳家和認為 港股受希臘危機影響十分明顯 其實,最近一段時間,A股聯動比較明顯 陳家和說,希臘問題影響下,國際資本流動性受到衝擊 資金從港股抽離,對港股形成抑制 但A股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第三,A股大跌後穩定市場及時有力 港股則出現自然落體式回落 採訪中,專業人士認為 本輪A股去槓桿期的政策利好可謂小無前例 不僅政策頻繁而且資金吊集及時 托市效應非常明顯 但港股則自然落體式下跌 兩個市場不同的政策環境造成股價的差異 價差拉大突顯港股投資價值比較之後 顯然港股的吸引力再不斷提升 堅守價值投資理念的陳家和對港股的投資機會十分看好 我覺得港股很不錯 具備投資價值A股本身股的就不高 增據股從日價指數看 股值比A股還低百分之四十 很明顯港股吸引力更大 黃含紹也看好港股的股值優勢 他認為從股值看中國A股今天的股值似乎比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要高 市場將跌幅一個核心的參考標準就是股值 即一個資產買什麼樣的價格 當前的A股港股應該說在全球市股值排名倒數前兩位 是非常優質的投資標的 港股目前在全球資產配置市場環處在非主流位置 所以他的定價權目前主要受外資影響 並沒有掌握在中資手中 港股漲跌由誰擁有最大的資金量以及長期持有能力決定 這與A股顯著不同 海參投資董事長黃含紹認為 香港市場非常適合去投資成長股 尤其那些市值低於五十億元的成長公司